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尤其是一开场 美国方就对中国无端责难 对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霸气回怼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中国的硬气让所有国人都热血沸腾 而在现场 杨洁篪身旁的一位戴着口罩的高级翻译张经也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在杨洁篪发表了一篇长达16分钟的临时发言后 他邀请王毅外长进行发言 但张经却率先开口 表示要将杨主任的发言翻译一下 要知道 在国家外交场合下的临时口译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难度之大 对笔记和脑记的要求都非常之高 就连翻译出身的杨洁篪都感到惊讶问他 还用翻吗 你翻吧 It is a test for the interpreter 这对翻译者来说是个挑战 对面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应该给这位翻译加薪 于是张经一气呵成 流畅自如地完成了口译任务 反观美国的翻译 磕磕绊绊 数次停顿 相比起来 张经沉稳大气准确完整的翻译 让无数国人被他圈粉 有网友说 张经的翻译代表了中国的底气 这个女人 确实不简单 张经出身于杭州 从小他就展现出了对英语非比寻常的热爱 他喜欢看英文电影 还会模仿电影里边的人说英语 而发现这一点的张经父母 于是时常带着他出国 鼓励他用英文和别人主动交流 张经自己在学校里也会主动去找外教沟通 报名各种英语演讲大赛 到了初中 在别的孩子还在打打闹闹的时候 张经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当一名外交官 张经高中就读了杭州外国语学校 这是一所审重点学校 能考上的无疑都是沉积优异的学生 而张经在竞争激烈的行外 沉积始终名列前茅 张经的高中同桌回忆起张经 也是连连夸赞 他就是一个拳才 在高手如龄的行外 他各科沉积一直都保持在班级前五名 学校的英语演讲比赛 他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不仅学习好 张经在其他方面也很突出 他体育很好 尤其是喜欢排球 就连唱歌跳舞主持也非常好 还会画画 相比起工作时的严肃和冷面 高中时期的张经性格非常开朗 总能够跟同学打争一片 不过 据当时的老师和同学回忆 张经比起同龄人 要更加成熟和稳重一些 而这种性格 何须也为他日后成为外交官 奠定了基础 高中三年 张经的成绩都非常优秀 完全有可能考上清华北大 但为了自己的外交官梦 张经最终选择了保送外交学院 当时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驱才了 但张经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 只有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2003年 进入外交学院后 张经不断地提升自我 朝着外交官的梦想不断前进 他不仅在专业课上有好成绩 还积极地参与各种演讲和辩论比赛 2007年 还没毕业的张经就收到了外交部投来的橄榄枝 成为了一名外交部翻译员 从一名小小的翻译 张经一步步地努力 最终成为了外交部的高级翻译 出席重要的国家外交场合 而这对翻译的要求十分高 尤其在翻译王毅外长这样的大人物发言时 必须十分精确 否则诗之毫厘 缪之千里 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外交事故 有一回 王毅外长在发言的时候 引用了一首屈原的古诗 一于心之所善惜 虽久死其犹未毁 如果没有相当的中英文词汇量和知识储备 很难将这句古诗准确地翻译出来 但张经却凭借着过硬的专业能力 做到了 其实早在2013年 张经就曾经在两会上走红过一次 当时他因为漂亮的外表 酷似赵薇而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同时工作时候又十分专业 神情严肃 一度被称为冷面女神 有记者曾经问过他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不笑呢 而张经的回答让人肃然起敬 我是外交官 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面对自己的走红 其实张经也直言不讳 我是一名外交官 我并不想做活跃在网络平台上的网红 而时刻保持专业和形象 对名利的云淡风轻 张经不愧为最美女翻译官 如果只是外貌的亮丽 张经还不足以走红 一场临时口译 让人见证了这位美女翻译官的专业和实力 而她的淡定和稳重 又让人看到了她所代表的中国的强大地气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人都为之拍手较好的原因 不仅仅是为她 更是为了国家 而再回一看张经自己的经历 她确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才 她对自我的要求 对人生清晰的目标和规划 她的坚定和专注 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地方 我也很庆幸张经被看见 被更多人认识 因为这代表了年轻人有了如此优秀的榜样 这代表了我们对值得崇拜的人 有了更高的要求 像张经这样的优秀人才 才是年轻人最该追的星 万箭读书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旧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